大家好 又是我 殿下 我們曾經拍過一條 關於不該 和多謝用法的片 有四萬人看過 成績都算不錯 其實不該和多謝 都是道謝的用語 不過使用的場合不同 很多時候都不可以互換 一個整體的規則就是 多謝 用在接受物質後 例如金錢、禮物 亦都可以用在接受讚美之後 麻煩用在接受服務、幫忙 例如別人幫你開門、斟茶 亦可以用在要求這些服務之前 相當於英文的excuse me 但是這樣說 未必夠清楚 我們和大家製作了21個情景 測試一下大家對 麻煩、多謝的分辨能力 事不宜遲 一齊來回答一下 劉Sir 我想問一下這條題目 我計錯了些什麼 嗯… 因為負負得正 所以答案是正數才對 哦… 老師教導你之後 你應該說 麻煩,Sir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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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用啦 你打黑癡 然後朋友遞了張紙巾給你之後 你應該說 謝謝… 生日快樂啊… 你記得的? 別人記得你生日 跟你說生日快樂 你應該說 謝謝… 謝謝… 先喝口茶吧 你去朋友家 那個朋友幫你倒茶之後 你應該說 謝謝… 謝謝… 這個公仔送給你的 真的嗎? 人家送禮物給你 你應該說 謝謝… 這個銀包 這個銀包是不是你的? 啊… 是啊… 這種銀包 人家幫你收拾 你應該說 謝謝… 想要個餐牌 那… 問人拿完東西 你應該說 請… 謝謝… 加油啊… 支持你 收到鼓勵 你應該說 謝謝你們 我會繼續努力 這個菠蘿包很有名 排了半小時才買到 請你吃吧 嘩… 人家請你吃東西 你應該說 謝謝… 你要的菠蘿包 我放在這裡一下 人家幫你買了個包回來給你 你應該說 謝謝… 要你幫我走一趟 前面有樂 師傅 搭兆巴指引司機下車地點之後 你應該說 謝謝… 你是不是瘦了? 帥哥了 收到稱讚 但你應該說 你應該說… 是嗎? 謝謝… 你昨日沒上學 先說一些重要的事給你知道 人家把訊息傳給你 你應該說 麻煩… 好…還有沒有東西要幫忙嗎? 沒有了…全靠你幫忙 人家幫完你手 你應該說 真是麻煩… 過了這個學期 你們就畢業了 答謝老師多年教導 你應該說… 那應該說… 謝謝老師多年教導 謝謝… 劉Sir教導我們廣東話 我想問圖書館應該怎麼去 啊? 圖書館… 前面就是了 问完路之后,你应该说 哦,谢谢 这本书还回给你 咦,看完了? 是啊,借用了别人的东西,你应该说 谢谢 埋单走了,好啊 要求适应埋单之前,你应该说 麻烦埋单 今天的表演就到了尾声 答谢观众的来临,你应该说 多谢大家 你觉不觉有点冷?有点啊 我去删风扇,人家帮你删风扇 你应该说 麻烦 你只是有点感冒,没什么事 医生看完你的病,你应该说 麻烦医生 怎么样啊,大家 以上二十一个场景里面,你们答对多少 其实,还有一种用法是 正重地抬举对方为自己做的事 只要带有这个目的 所有本身用麻烦的场合 都可以用多谢来表达 好像第一个场景 柳sir,我想问一下这条题目 我计错了些什么? 嗯… 因为负负得正 所以答案是正数才对 哦… 麻烦啊sir 其实,我可以说 好多谢老师的悉心教导 有例如第二个场景 下去用吧 麻烦了 其实,我可以说 多谢你经常照顾我 不过如果只需要简单道谢 需要说麻烦的场合 仍然是说麻烦 比较适合和自然 麻烦和多谢 对于学习者来说 都相当难分 因为两者 很多时候都只会翻译成 sir,sir,thank you 所以我都有必要 再做这个影片给大家 而这里二十一个例子 相信可以帮到大家 更有效地分辨 多谢和麻烦的用法 希望大家喜欢 今集影片就先到这里 记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